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推演们大家好 文贵又回来了 真是有些话说不出来 为什么要回来呢 我们有一个新的系统 需要马上测试一下效果 跟很多其他的未来全球新闻发布会的媒体们 他们正在连线 你们看到了现在是我 现在是大概会在十分钟以内 大概有两百家左右连在一起 我是不吃午饭的 我是找中饭一起吃 所以说他们要求我测试一下 我那测试一下吧 其中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回来是 刚才就是看到了海航发出的公告 很多 这些公告呢 就是说对我这个爆料 说不属实 有一个这个公开的回复 那建于此呢 这个很多的媒体呢 就是说给我问了很多问题 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呢我必须得做一个回复 因为海航啊 我特别希望海航起诉我 我不希望海航呢 能去这个仅仅发公告 我希望他要起诉我 这是特别特别 我期待的 这个海航为啥不起诉我呢 因为我要造谣的话 已经对你造成了损失 你应该在美国起诉我 这是太重要了啊 那么另外一个海航的公告呢 这个比较中性 比较中性 只是说了不属事实 这个你的公告呢 是不是属于事实呢 绝不能是你公告一句就了得的啊 我已经在这个公共媒体答应了 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拿回去这一两万亿 否则我要抛福自尽啊 那这还了得了吗 这个我们的老百姓杨改兰事件 杀死几个孩子 然后又自杀 七周一七天后 也就是中国死人一期后 老公又自杀 中国有多少人这样自杀了呀 这个有多少人这样自杀了呀 所以说这个 为了不让他们自杀 应该把他们的钱拿回去 很多这样的钱 那么另外一个 刚才我没有谈到的这几天来 无论是范雅呀 易珠宝啊 还是说这个 还是现在的老兵这个事件 退伍军人事件 这个大家对我的期望值都特别特别的高 那么我不能让大家失望啊 是吧 我不能让大家失望 那么鉴于海航 已经公告 说我说的不是事实 我在这里向所有的推友们保证 十六号的明镜三期直播 一定有新料 一定有新料 我向大家庄严的承诺 这是一 第二个 全球发布会 现在的就是市的这个系统 我们会 可能在你们大家完全不知道的时间 就像刚才这个直播一样 突然间呢 就可以开始直播 而且可能是全球联播形式 全球联播 而且这个时间随时可以改的 所以说希望推友们千万千万 要记住 我们要声东击西 初期不易 确保爆料成功 另外 郭七条 明确的是以贪反贪 以警反贪 以警反黑 有些人贼心不死 看看这个大连的开庭 这个之后的这个媒体 五毛对我的攻击 五毛对我的攻击 大家就看得出来 那么同时 这个洪通 他们认为洪通是制约文贵的一个重大武器 咱们看看洪通能不能制约住文贵 红色通告 红色通告 那么十六号没几天了 十六号这个 全十六号的这个明镜的发布会 我向大家承诺 一定有新新闻 新证据 我要对海航的这个公告 要有一个有力的回复 明确的回复 特别是 这几天来 一系列的对文贵的攻击 潘石屹先生 胡舒立女士 用一个律师事务所 到纽约对文贵开始 起诉 然后五毛七毛 变化马甲 全面攻击 然后海内外媒体 集体的 发动了一切的沉默力量 对文贵进行攻击 同时 在文贵这几天 这个向新领导 承诺 这个少爆料 暂时不爆料的这个时间 加大了对我的攻击 同时 大家也看到了 这个 我们大连的员工的审判 我当然我在乎了员工自由了 我要为他们负责 像刚才说的一样 可是 当这个问题变到另外一边的时候 那也不是文贵所能选择的了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我们现在在全力以赴的准备着 全球新闻发布会 那是我们的核心的核心 这个刚才现在正在试这个系统 正在试这个系统 应该还是不错的 到现在为止 这个駭客的攻击 还没有把我们给攻掉 而且连线非常成功 现在我看已经是 已经大概110加能连上 特别好 特别好 所以说呢 这个系统很重要 大家看这个后面这个 刚才我是在那边坐 那个燕老在 在我脑门上 这边顶着 现在变成这边来了 现在黑客可能是下班 突然间袭击啊 突然我也爱你啊 这特有说爱我 我这太开心了 我也爱你啊 咱那个突然袭击 五毛睡觉了 七毛睡觉了 他们得通知啊 是吧 得让他们通知来不及 我们下部的这个 全球新闻联播 或者其他行动的时候 可以说咱来突然袭击 他黑完以后 咱接着咱打游击战呢 打游击战 突然间就来一次 来一次可能就五分钟 五分钟完 完了再五分钟 我们现在试的这个系统呢 大家可以在大陆 现在可以试一试 保证是很多墙 你都不用翻了 你就可以过 这是咱们的核心秘密 我们希望在全球这个发布会之前 对待这个推墙有重大进展 让他们的所有的 过去这一周里发生的所有的行动 都让他们失败 大家知道过去的一周啊 大陆的微信群被屏蔽掉 被关掉大概几百万个之多 几百万之多 关掉的个人微信 大概几千万之多 而且现在这个微博上和各种评论三处 达到上亿之多 然后对待文贵的骇客工具的次数 是过去 现在这一天是过去的 一个月的合 总合 而且这个配合着这个整个的 对文贵的这个公司的案件的审理 这个五毛和七毛的工具 海外的官方文章出现 是过去一个月的合 就打击力度加大了 手段现在多方面 然后呢 想尽一切办法 就是把文贵的这个 推特和YouTube 各种联系方式给毁掉 这是不可能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上这个YouTube 先点击一下那个订阅 点击订阅的目的不是数字的问题 是让YouTube升级 升到另外一个级别去 十万是一个级别 十万是一个级别 希望所有的推友们拜托了 当你们上这个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点击 你看现在已经达到两千了 刚才是最高峰的时候是七千 九千 一万三 那么现在呢 我像现在你看已经两千了 你点一下 门人点一下就是这个两千了 所以说我们要升级 很快的YouTube会给我们一个 在我们这个下一步行当中 有两到三个的公众的 受到认证和保护的账号 这对我们的全球发布会 会非常的重要 而且特别大家要注意到的事情 这个我们接下来的爆料 会越来越凶险 因为牵车的会越来越具体 具体的人 具体的事 甚至是具体的账号 和具体的钱 然后在一定的时候 就美国的有关法律部门的一些视频 认可的视频可以播放的 会播出来 现在呢 我觉得还是最好的时间 让子弹飞一会儿 最好的时间 因为大家想一想 现在让很多事情啊 你像比如海航啊 潘石屹先生啊 胡舒立女士啊 都站出来说话了 因为管我一个人说 这是不好的 因为有对方的呼应 才能佐证我的事情的价值 和真假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先以此呢 我是非常的兴奋 看到了他们的回应 海航的回应 没有回应就没有对比 没有回应 没有对比呢 就没有真相 所有的推友们 咱不能看热闹 要看真相 如果是说这个 还像过去我们只是说道听途说 然后这个评价 大家都烦了 都累了 文贵能在几个月里边 一直这个 受到大家的这个关注量 一直持续上升 是因为大家看到了真相 从国内没有人怀疑 郭文贵报的是真是假 我相信国内没有人 几乎没有人 只有五毛和七毛们 闷着良心说是真假 热的是真假 而且我的推特 如果不受骇客攻击 不受删除 大陆不是一批批删除 不关注的话 早就过几百万了 几百万了 而且推特公司已经明确的 跟我们说这个问题 我们不在乎推特的关注量 现在多少不重要 因为我们真正的是 现在是多方的 要打游击战 要打 我们要看这个连线啊 连线效果不错啊 连线效果不错 拿了什么好一些 这个时间点我们找明白了啊 就让五毛睡觉的时候 让五毛睡觉的时候啊 咱们就啪就来 这个主意好啊 这个主意好 我们的推友们 你们就得辛苦一下了 文贵老搞着突然袭击 非常非常抱歉啊 非常抱歉啊 七哥谢谢你 谢谢你啊 对了 亲爱的推友们 什么事情都要记住 我们要自己争取过来 不争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会害死我们 骗死我们 骗死我们还不拉倒 哎 好 我们这个今天连线相当成功 到现在是武汉多长时间了 15分钟 极为稳定 我们要试30分钟啊 抱歉 各位推友们要休息的 赶快休息一下啊 澳洲的朋友们 非常重要啊 澳洲我们的团队 现在是工作是最有效的 最有效的 未来的大冷门就出自三个地区啊 香港 澳洲 香港澳洲 还有加拿大 你看咱这些推友们 这力量太大了 廖城的 老乡 老乡 廖城的 今天我还健身 今天我要健身 已经连续健身了 第六 今天是第七天 我一会锻炼 我是锻炼七天 休息两天 休息两天 现在很稳定 网络很稳定 五毛七毛在休息 他们没把握住咱们这个规律 咱们要斗智斗勇 搞袭击 搞游击 这很重要 现在这个直播呢 完全是在我自己操纵的情况下 过两天呢 这个我要去加州 去大概大概三星期的时间去加州 到加州的时候我们有几个特别的地方要进行直播 这个直播的内容呢是跟加州有关系的 我会到有些房子 房产 还有些人住的地方 现场进行直播啊 三周 在那边待三周时间 具体的 我不能公布 因为担心黑客捣乱 未来大家会看到的 肯尼亚 太远了 太好了 肯尼亚的关注 太好了啊 现在啊 大家要记住的事情 这个盗国贼们就是想抓住文贵的把柄 然后呢 把郭文贵定上罪行 然后利用红铜威胁 你看文贵怎么来对付他们这些招 怎么让盗国贼们拿着国家的武器 拿着国家这个机器来对付我个人 然后让他们如何来为此付出代价 英国核电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本来我今天去英国的 本来去英国的 后来由于这个市这个系统就没有去 东京的朋友啊 东京的朋友 太好了 太好了 快看书去吧 别陪我了啊 范县的贺电 哎 太好了 范县 焦坐的 太好了啊 突然袭击 抱歉啊 推友们 突然袭击 抱歉啊 尼日利亚的 日本的 哇 韩国的啊 石家庄的 德国的啊 声音效果挺好吧 现在大家看明白了 这个声音 因为他们现在在我们 发现了在房子的旁边呢 竟然有这个声音干扰器多哥 现在我们把声音系统改了 大家你看到没有那个了啊 就是这个无限的干扰器没了 这样的话就是原因 大家能听到就好 哎呀 越南的堪培拉澳洲太好了 翻墙工具啊 我们不叫翻墙 我们叫拆墙软件啊 正在以色列的这个最大的软件公司 正在以色列的硅谷全面在运行中啊 这个不是叫翻墙软件 是拆墙软件 直接就把墙给拆掉 没有了 正在全力以赴的测试中啊 全力以赴的测试中 阿富汗塔布尔 哦天哪 我去过阿富汗 那个地方既危险又刺激啊 很有意思 去过阿富汗 你回来就没那么多怨气了 就真正的珍惜了 而且呢 大家看到这几天啊 这几天 这个咱们的 推友们的素质也逐渐的提高 也就是上网的素质 适应的能力也在 我们呢 都在提高 咱们也是跟那个盗国贼们 和这些坏蛋们斗智斗勇 我们现在这个斗智斗勇 现在是取得重大的成就 重大的成就啊 这个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像今天我们这个测试这个网络 就现在19分钟了已经 非常非常的稳定 从16号开始起 接下来啊 一直到6月底 7月10号以前 你们一定要注意好休息 因为随时突然 就是开始直播 而且极为精彩 极为精彩 如果是这个到7月10号 第一这个联系爆完 不精彩 推友们 你们不能容忍文贵 你们应该骂文贵 你们要对文贵 表示说不满 那样文贵才能成功 到这个 从6月16号开始 到7月10号 大家你们可以看到啊 非常之刺激 非常之刺激 而且大家一定记住 不要当成看这个 这个三级片 看武打片 那麽人这样的看法 一定要注意到每个字 每个文件的细节 而且现在你看到 这几天就特别好 就上次我报的料的 那些文件和结构图 就很多推友们 都进行了对比 核对 调查 这个 然后分析 得出了特别多 就刚刚呢 我刚才打开 我的这个 另外一个电脑的时候 我就看到 其中原来的中箭头里边 工作的员工 发给我了 这过去的 不良资产包 处理的一些文件 非常重要 因为我在了解一个 大概 200多亿的资产包 整个的过程 缺几个这个线索 我刚才我全看到了 所以大家 我希望推友们 千万别当成看热闹的 你们是最重要的 没有你们这一切 都没有意义 也不会发生 你们不仅要参与 还要有意见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 要用你们的智慧和资源 加在一起 千万别看不起自己 就你们的所有的资源 加在一起 那是巨大的核动力的力量 太重要了 这个我无法言语在这里 等有一天我回头再说 这个重要的话 形成了多么大的力量 是多么的厉害 千万别看热闹推友们 你们一定要相信 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这是最好的时代 因为在五年前 十年前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自媒体 甚至在两年前都不可能 今天有了这个自媒体 让所有人都参与了 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刻 而且大家一定要想想 一年前都做不到 一年前都做不到 我们全球发布会 会请来的神秘的嘉宾 这位嘉宾头两天跟我联系 他说 一年前文贵 如果说让我参与的包吊 我不会相信的 因为西方的很多媒体 已经被他们控制了 不可能 他说我的家人在中央里边 这个这个管这个 我还不懂吗 所以说他下着躲起来 不敢出来 那么现在他为什么要出来呢 他看到了我这个自媒体的成功 我不是任何人说左右了 能成功 而且确实的看到了 他一直在观察我的这个 推特和YouTube的这个观察量 他真的相信了 他让他的律师一次次给他解释 说到底郭文贵的报道料 有多少人在中国能看到 全世界多少人能看到 因为这个 他现在开始决定 要跟我合作 所以那是核心 核心 就是文贵和他加在一起 那将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 然后现在我们又有了 以色列的这个最大的软件公司 我们有了最好的平台 我们又待在了美国现在 受美国政府的绝对的保护 我们又有了最好的金库障 你去想想 我们的推友们 你们的祖辈 父辈们哪有你那么幸福啊 这个游泳今天参与了这么重大事件的 这个机会 所以说大家千万记住 不要千万不要这个 只是看 你是参与者 你是决策者 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和你们有关系 每一件事 当我们这个贵宾出来的时候 你会万分的惊讶 这个盗国贼们有三招 千万记住啊 他以为国家机器 这个一定被他所用 他们一直认为这是最厉害的 第二个呢 他们有一个自欺欺人吧 这个下边人给他出各种主意 永远给他许诺啊 然后他感觉很好 就像抽了大烟一样 很兴奋是吧 然后觉得自己厉害 觉得这事能做到啊 一定是这结局的 所以说他们所有的 他们的失败就是 骄傲 傲慢 和自欺欺人 骗子嘛 谎言嘛 乌托邦嘛 这是他们的本质 然后接着 第三招 他们就是什么 威胁 收买 就是把这些媒体收买了 然后对别人进行威胁 这些招 现在在自媒体时代 都将成为证据 都成为他们的灾难 关于推广能做什么 希望所有的大家记住 当我公布了这些证据 和这些消息之后 很多人 都是在你 都跟你们身边有关系的 你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 多听 多问 然后反馈到你们知道的信息 第二个就是说 想尽一切办法 尽可能把视频和信息 进行最大量的传播 这个大连的案子审数 你可以看得出来 三十分钟后 我的推特发售机 马上到了四十万 四十万啊 你去想想 这是历史上不可能的 四十万的背后乘以一百 每次传播一定超过一百的 那就是四千万 这个力量有多大呀 五毛上班了 咱还有五分钟就结束了啊 五分钟啊 我把你们大家当枪师啊 这谁说的话 怎么这么说呢 没喝茅台喝的水 喝的水啊 没喝茅台啊 这个十六号的爆料 会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啊 十六号 然后未来会突然间袭击 巴巴巴巴一些一些开始 然后大家会从这个 就像看到权力的游戏一样 从一开始里边的打猎 一样 逐渐变成了政治 然后变成了信仰 然后变成了信仰 然后变成了信 给以色列连过去 以色列把这个信号传到国内去 然后让大家看的时候根本没有墙 而且是裂变形的 因为所有的现在这个微信啊 还有这个微博啊 他们的平台 他们主要的控制中心 和用软件控制 我们要打破它的软件控制 打破它的软件 所以现在是 就是关键的就是这个三十分钟 我们下午每次爆料 可能控制就是三十分钟 就三十分钟传过扔过去 然后大家就会 它自动的滚动的 打破它那所有一切 全部自动转发 然后我们希望的是 三十分钟的视频 一秒钟传过去 一秒钟啊 未来就再传出一秒钟 我告诉各位推友们要记住 文贵的爆料 绝对是超出你们的想象 你们现在所有问的问题 你们所有现在关心的问题 和关心的人 绝大多数都会在爆料中体现 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 当这个爆料完成的时候 你们会真正的明白 到十九大的时候 你们会真正的明白 这个爆料绝对超出你们的想象 大家一定要记住 这个你们的生命中 最最重要的就是说 第一次中国几千年历史 你自己参与了你生命中 最重要的时刻 你自己参与了你生命中最最关键的时刻 而且这一刻是坚毅和科技的文明和人民的劳动的世界级的科技文明结果的一个赢的胜利 你看我们这已经三千九了 刚才那个已经是几万了 刚才那已经是几万了 而且我们乘以一百的话就几十万啊 所以说现在 四百八十这个就是不卡 我们下过呢 保证一秒钟 一秒钟 三十分钟的这个视频 一下就能扔过去 扔过去以后就是 只要手机打开 你不用担心别人 他自动就会在你这个生成 这就是我们现在以色列的公司的东西 刚才就是跟以色列的联网 非常成功啊 现在已经二十九分钟了啊 孙靖的推友们 准备好六月十六号 六月十六号 六月十六号呢 这个明镜完以后呢 我会在伦敦有一个直播 然后呢伦敦完 大概六月十六号到二十号之间 从伦敦完 会在这个 就是黄石公园 美国的黄石公园会有这个一个播 只好三十分钟 你看看 马上三十分钟 三十分钟是一个 这就是我们这块显示了 三十分钟 骇客已经开始往里来弄了 已经来折腾了 大家休息好啊 这个 我现在一会儿要去锻炼 然后呢 还要去开会 今天我们就到这儿 测试到这儿 接下来 大家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这个好戏 还没有开始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尊敬的推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和你生命中 你生命中第一次 也是最重要一次 决定着你的命运 和十四亿同胞命运的关键的时刻 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海航的公告 郭文贵收到了 祈求海航来告文贵 你控告文贵 才能让你得到真相 才能证明 你所说的事实和不是事实 才能得到一个第三方的认证 我们都没全力说对方是真是假 你也没全力说 我也没全力说 我们希望通过 让大家信服的法院 法院和第三方机构 来作为公正 希望海南的陈锋先生 王健先生抓紧行动 抓紧行动 这个一切都是刚刚开始 谢谢所有的推友们 谢谢所有的朋友们 谢谢